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承报了12个去世个案 分别是九男三女年龄是在45到93岁 离世病人有4个没有完成3剂疫苗 打3剂疫苗 过去一天有305个病人康复 当中包括266个病人已经出院了 因应疫情的发展还有服务的需要 医管局从明天就9月24号开始 会恢复4个普通科门诊的诊所服务 这些诊所之前教导前暂停部分服务 包括星期六的门诊 还有夜间的门诊服务 诊所的名单 稍后会派发给现场的记者朋友 也会通过我们新闻稿公布详情 现在目前已经启动的8间 2019冠状病确诊个案的指定诊所 还有瑶具诊诊的服务会继续维持 希望能够继续支持 在社区里确诊的病人的需要 有需要的病人可以致电指定诊所 和通过医管局的HA GO App 我们继续监察疫情的情况和服务的需要 按情况恢复更多教导前暂停的服务 我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 时间交给张医生 谢谢 昨天阳性个案的总数是5231例 包括1135核酸检测阳性 还有3916核酸快速阳性 快速检测 还有142个核酸检测阳性 还有14例是快速检测 包括49例在机场找到样本 还有64例是在检疫中心 检疫酒店找到了阳性样本 还有38例是在4到第4天 医学检查期间找到的 还有5例是在第16到10日找出来的个案 这些个案来自38个地方 其中5个地区输入了10例或以上 包括英国24例 美国22例 菲律宾和泰国各自14例 还有11例是从新加坡抵港的 还有33个地方就输入在10例或以下的个案 我们今天一共有12个死亡个案 到目前为止的第5波的死亡总数 是9733个死亡个案 在院设方面今天我们有6个院设 一共承报了8个院友阳性个案 一个有25个院友需要接受检疫 学校方面 391家学校 承报了552个阳性个案 影响了471个学生和81位教职员 他们来自90家幼于中心和幼稚园 156间小学 138家中学 还有7家特殊学校 我们录的264家学校 在过去7天承报了2例或以上的个案 今天和昨天的下午 我们建议的12家学校 有13班需要停课一个星期 这里包括5家幼稚园 一家小学 4家中学和2家特殊学校 在变异病毒株方面 9月20号的样本 L452、2R的比例 是86.6% 照这个比例 BA.5 现在是大概占79.9% 4是666% 2.1 2.1是6 另外 所占的就是 BA.2是10.9% 今天报告就到这里了 好 现在是答问之间 请先告诉我们 你代表了传媒机构 我是闹电视的 请问刚刚宣布了放宽机场路径的限制 以后就不需要在机场等候核酸检验的机 结果才离开机场 可以 可以就是去自己乘搭交通工具 是酒店 你会不会担心这个传播的风险 会引致本地个案大量增加 还有医院内最近有没有新增的感染个案呢 现在这个记者会 另外一个记者会还正在开 他们会说 关于路径人事的安排 我就不再重复了 明爱医院那个群主 昨是没有新增的个案 有没有其他个案 最后一位 你好 我是明报的 想了解一下 今天早上和柏梁说 这个检疫安排还是很稳妥的 刚才说 入境旅客有3%的确诊个案 是不是还有风险呢 卫生防护中心会 有没有评估这3%的个案 进入社区有多大风险呢 刚才说 现在医管局有条件 重复八成的医疗服务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这个 已经恢复了八成呢 还有如果是的话 可以维持多久呢 如果跌穿了八成以下 当局会不会就马上 就收紧的检疫的措施 什么是复偿的定义呢 关于入境的措施 我知道现在特首和局长 还在记者会解释 你可以看看那方面的消息 我没有补充 关于医疗需要 我们在过去一个星期 也看到一些数据 就让我们知道 疫情有回稳的情况 现在正如刚才特首所说 我们会开始回到第二期的病床的动用计划 我们希望有些病人 他们如果是有其他医疗需要 不是因为新冠病毒 之前停了非紧急手术或者检查 我们都可以开始重新提供服务 正如刚才说 门诊的服务 普通科门诊服务 我们会逐步的恢复 至于说会不会突然情况又改变 当然整个计划都是保持一定的机动性 在硬件人手配置方面 我们都是会定期来监察有关情况的 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好 请可以问一条补充问题 我还是明报的 想了解一下 现在是不是说 已经回到八成医疗服务的水平呢 另外要了解一下 昨天欧加荣说经过第五波 我们可能不能够达到清零 但是没有说个案到什么水平 才是需要受控呢 卫生防务中心怎么研判呢 香港整体的确诊个案会到什么水平 才可以说疫情已经受控了 现在每天在五千例这个水平 是不是可以说疫情受控了 我相信疫情在高峰已经向下坡 已经在受控之中 没有一个数字说 到了某一个数字就算是受控 我们要看整个趋势 至于我们 是向着八成回复我们的医疗服务为目标 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天一晚可以做到的 所以过去那么多天呢 我们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在做的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在这里完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